当出生的小奶狗就被狗妈妈抛弃 掉进五米的深坑下 根本爬不出去 幸好被路过的小哥发现 跳下深坑去救他们 他把狗子们抱在怀里 小心翼地带了出来 善良的小哥决定 要给狗子们打造一个温馨小家 他到野外扛了一些木棍回来 以土堆为天然地基 决定在这上面实现他的建筑梦想 小哥用镰刀一点点打磨 每一下都代表小时候玩泥巴的经验 这楼梯层次分明 看过去就显得档次高大 随后他用加工好的木棍 又规律地打在最上面一层 木棍之间又有韧性的枝条固定好 围成一个圆圈 顶上摆上小木棍 剩余的就斜插在边缘 用如法炮制的手法 将它们固定起来 做成一个鸟窝的形状 中间再做个瞭望他装饰一下 这样框架的大盖形状就完成了 接下来他用制作好的泥巴 均匀地涂抹在框架上 没有现代工具的支持 就只能用他那双小手慢慢抹平 他的手法非常专业 少于30年玩泥巴的经验根本做不到 还贴心地留了门和窗户 为了提高小家的档次 小哥用他别小的绘画技术 在门的上方画了个皇冠 并且给他们涂上好看的白色 随后他把狗子们抱到小家来 让他们提前熟悉新家的环境